传统的做法里面是用相机把被射体凝结下来 这个摄影呢希望能够突破这个框架 用不同的形式来界定影像 或者说用不同的方式来留存影像 它可以是让被射体动 我不动 但是被射体呢它不被凝结 它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变化 另外一个呢是让被射体不动呢 我在动把光线当成是我们的画笔 我的相片我的底片跟我的CCD是一个画布 然后我的动作呢就决定了这个光机的可能性 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切片 把天大自然的形象呢 用延时缩时的方式 或者是用慢动作的方式 就会产生对以前观察不到的一些现象 有不同的观想 会光似给我们的这个世界 我们也可以慢慢来细细的来品味 来思想 对于我们看到的世界 我们留存的世界 跟我们要传达的世界 它可以是一样的 也可以是不一样的 通常一般我们在求学阶段 只能为单一的目标努力 就是把学业跟自我充实好 这个是第一人生 到了第二人生呢 你进入职场 但一旦你到了这个退休 可以从职场退休以后 就正式面临的这个下面要做什么 但这个同时也可能在你身体健康的进行下 这是第三人生的开始 你把你以前想做的做不到 或以前不会做的 现在去做 甚至以前没学过的 现在去学 这个第三人生可以对我们来讲 有无限的可能 有无限的可能